珍寶海鮮房 今年三月結業 雖然上不到船吃海鮮 但加入這個 tour 都可以來這裡打卡 我們由鴨利洲上山板 出發由香港仔避風塘 經過香港仔、鴨利洲、黃竹坑 沿途還有語音導航 介紹魚灣周邊的小故事 作為住在南區二十多年的街坊 真的不知道香港仔海旁前身 原來是黃埔船奧 船廠群的集中地 在後來才分省到鴨利洲一帶 穿過鴨利洲大橋 就看到海鮮房 在1976年開業的珍寶海鮮房 不單是個地標水上餐廳 還是電影食神、農僧苦鬥的取景地 絕對是大家的集體回憶 結業後 只能在船上欣賞這座水上皇宮 最後一站可以登上這座住家艇 參觀以前水上人的家 當時男人出海捕魚的時候 婦女留在船上照顧家中老幼 還會曬浪鹹魚、蝦乾等海參加 如果是下午來到 還可以試傳說中的香港仔艇仔粉 看著樓叔在粉艇上泡製湯粉 零碎有風味 零碎有風味 所以很多文化、習俗或技術都會失傳 為何我們要搞這個團 就是我們想保育 保育守望相助的精神 或者人情味 亦想傳承香港的漁民 他們的技術、他們的文化 讓下一代的人知道 讓他們了解香港的根